跟大家分享 创造的游戏跟潜能 它是灵魂的一个愿景 它不应该是一个制约式的目标 不应该随随便便就被 自己随便定一个数字给制约住 比方说赚300万 那为什么不定600万 那我也可以赚600万 那你为什么不定1000万 你可以无限上纲上去好吗 就是生命跟数字是不一样的 这个游戏呢 我会跟大家分享 我们在创造的时候 它其实会有五个阶段 那这五个阶段呢 可能在你生命中已经发生过 然后 但是有时候我们没有意识 我们都被陷入 我们过去所说的那些 万无意识的成功的方法或流程 可是实际上 我们每个人本来就会 这些这个创造五个阶段 所以 这五个阶段是什么 第一个阶段叫做 每日从无到有 我们都说创造的关键 就是在当下 全身心的去回应 生命里面发生的每一件事情 全身心的专注 跟参与你的生命 然后把你的喜好怎么样 抛掉 专注在你的倾向 意思就是你每一天 都会从什么都没有开始 不是说你现在要 就是抛击气质 而是说 针对你想要创造的奇迹 符合那五个原则的奇迹 对 它不能是你的 不能是让你感觉自我良好的 选一个好像不可能的 一个事情去创造 它必须是真实的一件事物 而不是让你感觉快乐 因为我们每个人本身 原本是快乐的 而且还有很重要的就是 它是灵魂愿景 是一个最终的目标 也就是 你在做这个的过程之中 你会享受获得启发的 而不是说成功你才快乐 失败你就不快乐 第一个阶段 你会 不知道怎么做 这是很合理 这很正常 但是你也不需要知道要 你也不需要让你的逻辑思考 大脑知道要怎么做 你只需要知道说 你针对你想要创造那个奇迹 不管那个奇迹是在三个月完成一本书 或者是在90天内 然后再提一提演讲 或者是在90天内 你可能 任何一个事业上 生活上的一些奇迹 对你来说是奇迹的 都可以 好吗 第二个阶段是 灵机移动 你本来是不知道怎么做的 但是你可能会在某个时候突然 觉得好像我可以做某个事情 好像一个艺术家一样 什么意思呢 就是他们在刚开始写一首歌的时候 有些音乐家他们在写一首歌的时候 或是那些作家他们在创造东西的时候 他们一开始也不知道 但是可能会突然有一天 然后你突然知道 你要写一段什么话 或是你脑海中想起某一个旋律 然后你突然想说要采取某个行动 举例来说 我本来想说两三年后 才要在巴黎岛用一个基地 然后开个科 然后可是在今年 我自己在练习这个创造奇迹目标的时候 我就在思考我倾向的东西是什么 然后巴黎岛这三个字 就一直在我脑海里面出现 然后 我突然有一个灵感 突然有个灵机移动 不然我就不要拖两三年以后 我就直接就在 直接在巴黎岛先开个工作坊来试试看 来玩玩看 来跟大家见见面之类的 你会有这样一个灵机移动 然后这样灵机移动 你的脑袋可能你原本的计划 你原本会有一些思考逻辑 会跟那个原本的那个方向 有可能不一样 但是这个就是一个创造的过程 你要视线去觉察这件事情 它是很合理的 听起来好像你很不合逻辑 不安排你出牌 但实际上创造就是这样子 第三个阶段就是 你会经历到一个比较 所谓的具体化的阶段 就是你接受到灵感 你做一些事情 然后你突然 你原本 你可能设定一个奇迹 设定一个方向 然后你不知道怎么做 或是你最终目标 你也不太不太清楚 你会发现这些事情 会一个一个慢慢的清楚 你突然知道 你要写的书 是为谁而写的 你可能本来是要写一本书 想出一本书 然后你的灵机移动是 那我想要写一本书 然后可是 到了第三个阶段 你会突然更具体化一点 也就是你会发现 你想要写的主题 跟你想要针对的对象是谁 第四个阶段是一个 创造心流的阶段 创造心流状态 是一个很神奇的一个事情 那个有点像是 很多人在说心想事成 显化心力法则 他们会讲说 当你真心想要 整个宇宙都会来帮你 的那个概念 就好像 今年三四月的时候 我想说来 突然包的那个 提早 突然包想 想来巴奕岛定居的一些计划 跟开课的这些东西提早 然后提早来之后呢 我就是一直挂着心 在这件事情上面 然后 当然中间有些人说要来 没有来 有些人说 有些人 有些人一开始就说要来 然后就有来 然后 但是我就 想做这件事情 对 然后所以我就常常跟大家去分享这件事情 然后呢 我也一直 我也上网去找一些 我想要开课的这些场地 我心里有 有一个想法 就是我想要在一个比较放松的环境 跟大家用一个很放松 很顺流的一个方式 来跟大家去聊 创造极其模式的概念 那场地 场地就是很顺 很顺 其实那个是 在那个时候 大概五月多来六月的时候 其实 都还没有任何一个人报名嘛 对对对 大家都只是讲讲 然后我也还没有跟大家说 也开始报名了 然后可是我就找一个场地 然后觉得那场地 我自己看里面 就觉得还蛮 觉得蛮舒服的 然后 第一次开课又靠近市区 然后可能大家就是下课 注意走一走 海边也近 然后吃东西也算方便 然后我就 马上就找到一间这样的一个 一个villa 然后 当天 我就看 然后他那个manager就突然跟我讲说 就刚刚好就只有在 我要开课那三天有空放 前一个月跟后一个月都是订满的 就那个地方还算 好像还算 蛮多人喜欢去那边 办活动还是怎么样 然后我就想说 怎么会有这么巧的一些事情 当然还有一些很奇妙的事情发生 就是本来以为是 应该都是我们自己的学生来 结果没想到 有一些不知道老师是谁 也不知道 也不知道内容是谁的人 也来上课了 对不对 有时候当你真心想要做一件事情的时候 你就会进入到创造新流 你算住在上面 第五个阶段是 完成实相的阶段 他也你也不能说 他就是好像我们刚刚当以前说 那个成功的那个概念 就是有一个很明确的一个里程碑 完成了 就成功 也不是 他可能会是一个 你看见东西被你创造出来 的一个感觉 因为突然有一种 那种 这种感觉 你可能你在第四个阶段 创造新流这个阶段 做一做事情 然后每天在当下去参与 去回应 去创造 每日创造一个从无到有 在第五个阶段 你会突然看见 东西就是怎么样 东西就出现 这是我们所谓的创造五个阶段